太教堅是日本和中国 中国和日本的架梯 10月20日至21日 为期两天的中国武术段位制考评活动 在河南郑州举行 作为第13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的 两项传统活动之一 该活动吸引众多海内外舞者 来到天地之中以舞会友 考评现场 已经82岁的日本选手 森九宝美质子 是此次活动中年龄最大的选手 虽为洋弟子 但森九宝美质子和队友们 打起24世太极拳 犹如行云流水 引人注目 最初は公園を散歩していまして ちょうど李先生と出会いまして それから始めたんですけどね 太极拳を始めるかという事で続いて 开河 種種相反相成的矛盾 所以说在我周围的人都特别健康 谁过来都说你们是最健康的 太极拳背后的故事 始于太极却又不止于太极 太极拳背后的太极拳背后的 一个是把健康传递给我周围的人 另外一点 我也想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递给国外的人 和我一起打太极拳的人 他们都很热爱中国 而且对中国特别感兴趣 很多人开始学习中文 而且他们在打太极拳的过程中 有很多人参加各种大赛 都取得了一定的好的成绩 在这一点上我也觉得很高兴 私たちは中国から いろいろ教えていただいて 私たちは駆け橋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ます